天上下数字了,赶紧接 我接,我接,我接个十 我怎么接个零 我不要,我再接 我接个一本 我也接 我怎么是一呀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们呀,接到的数字 就是你们作业的数量哦 老师,我接的是十 难道我要写十份作业呀 恭喜你回答正确 那我接的是一 那我岂不知就写一份作业了 那我接的一百 难道我要写一百张 那我刚才接的零呢 刚刚那个零呀,不算数 现在接的是一百 写一百份作业 谁让你把零丢掉 又除以这个一百呢 不知足 啊,又瞎说字了 赶紧接 我接,哈哈,我接个八十 这一次,我接个小一点的 哇,我接个一 我接,啊,我接了一个一百 不会要写一百份作业吧 啊,我脑袋是不是秀逗了 我为什么要接八十啊 万一是八十份作业呢 你们要惨了 你们要写的作业比我多 我才接个一 同学们,你们啊 这次接到的数字 是决定你们考试的分数 我又是一百分了 啊,我又是一分 那岂不是,我又该叫家长了啊 赵妍姨,明天把你爸妈给我叫过来 我好倒霉啊 难道是摔谁不挺了 啊,天上又下手术了 这次我们应该怎么接呀 这我也不知道呀 哎呀,我感觉,我感觉老实的套路这次接了也没好事 挤着眼睛接吧 我也不要接,我也随便接吧 我接 啊,我接一个一百 我也接 我接了一个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也接 哎,我接一个零 这一次你们两个肯定完了 你们这一次肯定是打扫卫生的 这样的话,我岂不是要打扫一百天呀 啊,明明,那我们也太惨了嘛 那我们两个要打扫到什么时候呀 就是,一百一千 不是的,不用打扫 啊 你们呀,接到的数字就是你们放假的天数 什么,放假天数 我的景欲一年年四百天 我又是零天 哈哈哈哈 放假啦放假,你不要玩什么呀 啊 干什么呀 放假啦 想的快没,给我上课去 啊,我怎么那么短门呀